关注钱省密码 了解全球财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钱道 本月初的时候 美国参众两议院 一致通过了一项立法 就是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 这项法案会制裁 参与港区国安法的 中国官员和银行 现在这项法案 就放在川普总统的作案上 等着他来签署 然后辅助实施 那么已经快半个月下来了 川普总统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但是社会上 就有很多的声音 有的人甚至认为 一旦这项法案实施以后 咱们中国的这些银行 有可能会一蹶不振 甚至于会瘫痪 也会导致 中国对外贸易的窒息 理由是什么呢 是因为毕竟 美国控制的全球美元的支付 Swift的结算系统 而这些银行手里面呢 都有大量的美元资产 以及呢 从海外的美元借款 美国如果切断了 这些银行的美元支付 那清算结算怎么办 那毕竟 这个四大银行的美元债务 大概有1万亿美元 而今年三月底的时候 中国的外债余额 大概是2万亿美元 那不包括香港和澳门 所以啊 这个四大银行的美元债务 差不多 那就是一半了 等于就是对半个中国金融制裁了 那情况也是相当的严重了 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会造成这些银行啊 缺乏美元的流动性 因为他们再也换不到美元了 或者他借不到美元了 就会影响到 咱们国家的一个对面贸易 尤其是香港 是吧 这些影响可能会更直接 因为香港的话呢 有很多的外资公司 有许多外商 把总部设在香港 如果这些外商觉得说 这个这些中国银行 是吧 可能会缺乏美元的流动性 那么就有可能会到这些银行 在香港的分行 来提领美元的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挤兑的现象 而一旦出现这种挤兑美元的现象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些银行的美元 快速流失 会影响到这些银行的美元储备 咱们国家这个对外进口呢 需要美元呢 包括石油啊 天然气啊 这些能源的进口 对吧 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对外贸易 反正说什么呢 都有啊 那么我想呢 这个今天呢 就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这个美国参众两议院 通过的这个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 川普政府会不会签署 如果签署实施了 那对我们又会有多大的影响 对美国啊 来自于对世界经济格局 又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咱们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我觉得大家要清楚 我们既然是通过了香港国安法 那就一定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美国哪怕是最极端的所谓制裁 我们都能够完全可以应对 这个可不是喊口号啊 这是事实 我们国家怎么可能打没有准备之账 根据美国路特社的报道 中国的四大银行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以及农业银行 现在都在积极的准备 其实不光是银行界 包括保险监管机构 以及中信租赁在内的 至少有三家国有的租赁公司 也都是在积极的制定应对的措施 大家想一想 在对外贸易方面 中国除了出口给美国以外 也得要向美国进口啊 那你要跟美国买东西 那得付美元吧 如果说中国手里面没有美元 没办法换到美元 那怎么跟美国来买呢 今年1月15号 美中双方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协议当中就规定了 中国要在2021年年底之前 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如果中国换不到美元 那怎么购买呢 那这个条约是不是就可以作废了 就算美国制裁我们中国的相关银行 但是美国现在还没有完全跟中国脱钩啊 跟中国的贸易往来还得继续 也就是说这个美国 他还得卖商品和服务给中国 也要从中国进口商品 现在大家都知道 美国新冠疫情特别严重 确准人数达到了300万以上 每天还有6万例的新增病例 大量的医疗用品 口罩 药物 美国除了跟中国买 短时间之内会有替代的来源吗 买东西呢 都得花美元 你美国还得卖波音飞机给中国 是吧 包括很多的赖酒产能设备 如果中国没有美元 那干嘛买你的 川普天天都嚷嚷的 要跟中国全面脱钩 可是你美国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准备好呢 如果说美国采取最极端的措施 那直接的后果 就是中国将会大量的缺乏 美元的流动性咯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会怎么来解决 美元流动性的问题呢 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抛售美债啊 目前咱们国家拥有将近 1.1万亿的美国债券 如果美国真的金融制裁中国 那即便只是制裁相关的中国银行 势必会逼得我们 大量的抛售美国债券 我想这应该不会是 美国想要看到的结果吧 而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 如果说缺乏有效的 美元兑换通道 那可能就会抛售 手动的美元资产了 大家想想这边政府 在抛售美国国债 那边企业又抛售美元资产 这恐怕就会引起 国际间的一波金融问题了 再有 在这个国际贸易上 中国缺乏美元 就没有办法从海外购买商品了 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了 贸易也太大了 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你不管是进口 还是出口 都会有大量的金额 这样一来 国际贸易格局 不是也就会打乱了吗 美国除了制裁那些 跟中国官员 有业务往来的中国银行之外 它也可以制裁香港的银行 限制香港银行使用美元 香港的货币政策 一直以来 都是跟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 而一旦香港银行 被限制使用美元 这就会从根本上 破坏香港的 美元联系汇率制度 而香港的话是什么 是全球最大的 美元交易中心啊 美国如果伤害了 香港的美元联系汇率 破坏了香港的 美元交易地位 香港当然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 我们从根本上来说 美国将自断美元霸权之路 为什么这样来说呢 其实非常简单 美元是全球货币嘛 但是如果说你美国 把香港这样一个 全球的美元交易中心给关了 大家没有办法交易美元了 那你美元没有了通道 又怎么输向世界呢 而且对于美国来说 如果中国没有美元 去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那些美国的农民 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问题 他们可是川普总统的 坚定支持者 是川普的票仓呢 还有四个月时间 大选就要到了 川普总统如果为了选票 而对参众两议院的法案 置之不理 那就必须否决掉这个法案 一旦否决了 就要进入到美国立法 和行政的程序问题了 但是如果你统一这个法案 那美国本来就雪上加上了经济 就会再遭重创了 所以川普等于是接了一个烫手的山 你签也不是 不签也不是 毕竟是川普在指的 不是国会 所以我个人认为 当然这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未必准确 我觉得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 他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会如何的制裁 这也就留给了川普比较大的空间 川普他可以自行考量啊 所以呢我认为啊 未必美国就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 完全断绝中国相关银行的美元支付 美元清算和结算 美国国会这样做 他可能只是一个表态 以显示出美国这种 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态度 那毕竟美国这么多年 对世界诸多事物是指指点点 藏壁管辖 你要一下子在中国香港这个问题呢 你要一句话不说 那会很没有面子啊 所以两党呢 才会一致通过法案 而同时呢 又留给行政部门啊 留给川普总统一些空间 让他自行去裁量去执行 其实我觉得啊 美国啊 真的要认清楚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 以及呢 目前的全球的形势 中国呢 可不是伊朗了 伊朗除了对外出口石油 几乎就没有什么 拉得出手的产品 卖到国外去 但是咱们中国呢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是世界的工厂 全球有太多的东西 需要出口给中国了 也需要从中国进口货物 货币是什么 那只不过是商品交换的每一届而已 最终呢 还是商品的交换 以咱们国家 在国际商品贸易当中的地位和生产能力 那不可能因为美元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如果中国没有美元 换不到美元的话 那必然会迫使其他国家寻求另外的支付方式 另起路灶 继续跟咱们中国做贸易 可能会使用欧元 日元 这些国际流通货币 或者直接使用人民币啊 中国已经跟很多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欧洲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都和中国签订有货币互换协议 如果美国一意孤行 那人民币国际化的路 反而不再有美元的羁绊了 我觉得会走得更快 更远 更重要的有一个原因 美国啊 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率它不高 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它发行的超过60%的货币 是出口到海外的 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购买了咱们中国的廉价商品 如果美国制裁中国 那就相当于它限制美元的自由流通了 那对于美国来说呢 无异于自杀 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各国家都会对美国 对美元说不 并且把这些 它印刷出来这些纸 还给美国 到那个时候 美国国内会出现空前的通货膨胀 美国说实在话 现在是看起来步步进攻 其实啊 我觉得是在步步后退 每做一次就多一次失败 它就少一张 当然了 这个美国国会呢 是上半场 川普总统呢 是下半场 皮球现在交到川普总统手里了 怎么踢 咱们呢还是要拭目以待 好的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节目 好我们再见